好 我們看到名嘴朱學恆 被台北市議員中佩軍指控 在去年八月的參序期間 涉嫌二度對他強穩性騷 那朱學恆事後向法院告發自己 那麼今天八號下午呢 北院第一次的開庭 是雙方第一次在法院上面對峙 出庭王會受罰 大家不用擔心 針對今天開庭有什麼想說的嗎 會採認罪的方式嗎 要幫我們說幾句話 有打算做什麼樣的答辯嗎 今天要準備什麼東西嗎 好啦 我們透過畫面 我們都可以看到這個稍早朱學恆 在律師的陪同下現身肥檢的時候 被大批的記者圍著 一直問問題 一直問問題 那面對朱學恆他僅僅表示 在會後 開會 開庭後呢 會接受訪問 就不說話了 那台北市議員中佩軍 隨後也協同律師 走不同的樓梯上樓 面色非常凝重 全程也是不發抑鬱 預計雙方稍後都會面對媒體來說明 既然是我們不會做什麼 既然是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華麗 有請多次 私就能做 result 我們更講 tunnel 努力的現在 一直是可以做功能 但可以做功能 完成 我們怎麼做的 因為ksen 要做得大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